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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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众盛 提出全球资讯者 李宗盛 最初 李宗盛 我们要整理并保存资料库 没想到却开始迅速扩张 25年来 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就连喜怒哀乐等个人情绪 都会透过网络 在朋友之间传染 美国学者 在公共科学图书馆期刊上 刊登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因为天气不好在脸书上发表负面文章的人 朋友圈里也会有大约1.29%的人跟着发表负面文字 另外 内容正面的发文传染力更强 跟着发表正面文字的朋友 大约有1.75% 然而 哈芬维特也指出 全球资讯网仍然面临重大的挑战 目前全球还有六成的人没有使用网路 网民个人资料的使用权限和用途 也必须制定明确的规范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不只是个人电脑 越来越普及的智慧型手机还有平板电脑 都是可以上网的电子产品 国内自立本人也在2009年 网络20岁的那一天发表演说 强调发展手机网路的重要性 根据统计 目前全球71亿人口中 只有不到一成的人使用固定网路 却有将近三成的人使用行动装置上网 电子产品功能越来越强大 电力消耗也越快 各厂牌的充电器 接头形状都不同 无法替代使用 非常不方便 好消息是 欧洲议会已经通过一项议案 规定28个会员国 到了2017年 必须统一手机充电器的规格 这项新规定 让手机变得更方便 势必还会让更多人 加入全球网民的行列 最后我们来谈谈中东国家 如何保存他们的书籍文献 伊斯兰古书大都是手抄本 随着伊斯兰文化 在13世纪后的高度发展 使得伊斯兰书籍大量出现 但是因为战争和蛀虫的破坏 让这些书籍 面临无法流传千古的威胁 于是 约旦政府就和联合国合作 利用电脑扫描的技术 将这些书籍保存下来 并且在网路上广为流传 圆顶清真寺是以色列 耶路撒冷的指标 与旁边相邻的阿克萨清真寺 并列伊斯兰第三大圣地 但此地区历史错综复杂 阿克萨清真寺图书馆员 整理着馆藏的手抄书 这些书看起来残破 其实都是战火余生的人类文化宝藏 耶路撒冷老城 西元前十世纪曾是犹太教 所罗门圣殿的所在 前五世纪遭到毁坏后 只留下一面墙 之后变成朝圣地 西墙 或成枯墙 但此后这里又是 穆罕默德夜行灯消 得到的圣地 两座清真寺便依着西墙建造 使得犹太与伊斯兰因圣地问题互不相让 两座清真寺几乎是以阿问题的最前线 这个伊斯兰第三圣地基本上不开放给穆斯林 但是阿克萨清真寺里 却有着伊斯兰世界收藏最丰富的古代手抄书 管理员心痛这些文化遗产 无法开放给年轻穆斯林 这让图书馆员十分焦虑 这些书无法传承下去 越末十三世纪 伊斯兰黄金时代开始 中国造指数西川 图书馆体系建立 但是印刷数并不普及 使得手抄书变成当时主流 1920年代 伊斯兰最高宗教委员会 为了避免这些手抄书 被卖给外国人或是损毁 广而向所有穆斯林募集 要大家捐出手上的书 送到阿克萨清真寺做建党保存 但在1929年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关系绷解 这些书被包藏在衣柜仓库里 一放就超过半个世纪 留下被掠夺过的痕迹 放在阿克萨清真寺的 4000本书当中 有四分之一 呈现岌岌可为的状态 为了储存 并将书籍数位化 约旦专门保护 伊斯兰文物的单位 瓦克夫 出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 成立古书保存中心 一张纸需要14到15个步骤 首先经过化学浸泡 再来是生物技术过程 最后再用人工的方式进行修复 6年下来 诗人团队总共保存了200本书 除了宗教之外 内容包括古代的地图 厄图曼人的生活 贸易注册单 也有地理探索 天文与医学 或是私人的笔记 书信 修复团队戏称 这是百年大业 图书馆员则说 这是世代责任 古书保存 可说任重而道远 也期望不要让战火将人类遗产 再度毁坏于顷刻间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